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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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无论盘踞武汉还是继续西进 都必须面对李宗仁的军队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说 广西军队是强大的一个抗战堡垒 在抗战中他们始终勇敢作战 不断在华中首当日军攻击之要衷 李宗仁的司令部就设在老河口城郊这个四合院中 当时院子周围全是菜地 只有一条田梗通往外面 连小汽车都开不进来 那么那时候我都不个子高 当了同志军了 李宗仁的每个礼拜一 在中山公园的开扩大纪念周 每一个礼拜的国际时事 国内的新闻 这个武战区什么事情 说报告 我们就站在台底下 维持秩序 从1939年秋一到1944年冬的五年间 日军频繁进攻第五战区 目标是占领湖北宜昌 进而威胁陪都重庆 日军针对第五战区的兵力最多时 曾达十一个师团二十余万日军 在老河口 李宗仁先后指挥了随早会战 冬季公事 早一会战等几个大战役 日军被前置在第五战区的防区内 始终无法威胁到大后方 而在他住到六年中间的话 老河口人民现在讲到李宗仁的话 都非常感谢他 因为他在六年中间的话 日本的飞机是进去了 但是日本的军队是没有进去的 在难以计数的大小战役中 1940年的早一会战极为惨烈 1940年的抗战中国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贵越与满国际运输线被切断 后方物资匮乏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 国民党内部人心浮动 以武汉为基地的日军第十一军 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最精锐的野战部队 1940年5月第十一军司令官原部和一郎 趁机发动攻势 目标指向早阳宜昌等地 早一会战开始 第五战区部队全力顶欲 但仍然无法阻止宜昌失手 宜昌市江防重镇 距离重庆只有480公里 他的失手令大后方为之震动 早一会战到6月18日结束 兵力不足的日军虽然占领宜昌 就在第五战区军队的牵制下 无法继续袭进 大后方的人心安定下来 为此第五战区将士付出了惨重牺牲 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抗战中牺牲的军职最高的将军 这位每次大战前都留下一书的将军 早已将生死置之外 早一会战中 他主动率领第七十四师 其九师及特务营渡过湘河 阻截日军 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 张自忠率部连日激战 多次重战身负重伤 1940年5月16日 不幸在襄阳南瓜殿迅国 张自忠的迅国令李宗人失去有力的臂膀 他异常痛苦 挥笔提写了四个字 民族之光 赞美这位血性的将军 早一会战中 另一位阵亡的将军 是来自广西的第八十四军 第173师师长忠义 早一会战之前 美国记者史莫特来 向李宗人要求采访战区的一支部队 李宗人让他去了 有铁军之称的第173师 这位与众不同的女性 曾到过延安 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 还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写过一本传记 伟大的道路 第一次见到忠义师长 史莫特来的描写 富有诗意 他转过身来 用他的黑眼睛打亮着我 这个人中等身材 看来很年轻 他深沉的声音 具有优和的音乐感 带着一丝淡淡的沉思 几个月后 史莫特来在重庆 收到忠义写给他的信 忠义用他并不熟练的英文 告诉史莫特来 他的部队即将开赴前线 信的最后几句话 令史莫特来感到不安 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国人 我们会战斗至死 直到胜利 不要忘记 史莫特来觉得 这很像是绝命书 不久果然传来 忠义阵亡的噩耗 悲伤的史莫特来 在他的中国的战歌艺书里 用整整两篇描述 他在第173师采访的经历 河南与湖北交界的 唐河县苍台镇丁湾村 村里的孩子都知道 当年忠义将军牺牲的地方在哪里 1940年5月9日下午 忠义率师部及卫队在这里 与日军骑兵遭遇 双方短兵相接 杀成一团 中国官兵伤亡殆尽 最后忠义师长身边只剩下一个卫士台 右凶负重伤的忠义 下令卫士们分散突围 然后买好机药物品 从容自枪殉国 十年三十九岁 他牺牲以后 蒋介石打电报 给中医人 说这个 言文我比较意识 这个张杜忠 终义牺牲了 他们的遗体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以后就运回重庆 中医灵鹫运到重庆后 重庆方面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后来他的遗体被运回广西 安葬于桂林东郊 摇山脚下 史莫特莱在离开中国之前特地到了桂林 在中医坟前向他尊敬的网友道别 中国的战哥一章的题目 他用的就是中医将军的那句话 告诉你的国人 广西福隋县长沙村中医将军故居旁 乡亲们修建纪念庭怀念他 山路栽满了相思树 全国抗战八年 李宗仁与追随他的数十万广西子弟兵 南征北战 难有归期 丈夫为国无法回乡 有些大胆的妻子思念亲人 不顾兵荒马乱 从广西出发去前线探望 抗战期间通讯一点不发达 连信件的来往 信件来往都困难 什么电话拿电报都没有 我们我的姑姑 这些广西军人的太太 知道丈夫啊 死的机会多 活的机会少 在这个思考之下 去跟丈夫见一面 不是劝他不要打 见一面 这一辈子安了 蒙天祥的姑姑 带着一帮太太们 在弥漫的硝烟中 从广西踏上了千里寻敷的艰难旅程 他们最少走穿了两身鞋底 才走得到安慰 找到自己的先生 告诉他们 你尽管打 我们来看了你了 你放心 家里不用你顾虑 去安慰丈夫 鼓励他 鼓励他们向前保国 1945年初 李宗仁调任汉口刑名主任 二月下旬 李宗仁离开老河口 前往汉中赴任 老河口百姓文讯 家道观送李宗仁 观送的人群 一直把李宗仁送到汉水边 1987年7月 老河口市人民政府 为了纪念抗战爆发50周年 缅怀李宗仁将军 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 将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救治及李宗仁故居重新修复 辟为纪念 1938年11月4日 秋风萧瑟的日子 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白礼在广西夷山去世 虽然正逢战乱年代 他的去世还是引起各方的调研 蒋白礼去世前夕 武汉被日军占领 抗战形势愈发严峻 但蒋白礼却很乐观 面对陷入癫狂的日本 他将一句格言般的文字 留给自己的同胞 胜也罢 败也罢 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对中国来说 首先要拖住日本 最终目的是拖垮日本 但在残酷无情的疆场上 想倚弱胜强 必须要有过人的智慧 中国名山有五岳 恒山位居最南 故称为南岳 山上建有抗战将士忠列祠 抗日战争期间 这里召开过两次南岳军事会议 决定了诸多抗日战略 足见这座历史名山 和抗战渊源极深 1938年底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此召开 当时共产党武装 在华北、华中等地 所从事的游击战 已经收获显著战果 受此影响 游击战在会上备受重视 会议的最后决定中 甚至明确提出 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于1939年初创办 蒋介石亲间主任 白重启为副主任 八路军是公认的游击战行家 传授游击战经验的重任 便落在训练班副教育长 八路军参谋长 叶剑英和他带来的 多位八路军教官身上 训练班第一二期的学员 来自全国各部队的 营长以上 师长以下军官 一部分是各地县以上 官员兼保安司令以下的 中高级官员 1939年1月24日 训练班正式开班 叶剑英主讲游击战争概论 他的讲课大受学员欢迎 1939年4月23日 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 首先使他们认识了 游击战的重要性与非神秘性 实际地体验了游击战中 政治重于军事 民众重于士兵的真理 1939年10月 兼任军军部部长的白重启 下令将游击战纲要一书 分发各战区 作为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此书专门阐述了游击战术 提到敌退我进 敌注我扰 敌疲我攻 声东击西 避时就须等具体做法 从中可以看到 八陆军亲自军作为游击战的楷模 所留下的深刻印记 因为白重启他刚好在抗战的时候 他仍旧在重庆 在重庆 所以他比较 其他的贵系将领 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跟周恩来 包军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将领 做往来 做往来 那尤其是白重启向来 重视的游击战 在华北国民政府的系统的军队里边 坚持的最久的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 是中条山 但是在1941年 就是中条山坚守的中国军队 遭受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 一个损失 这样在国民政府系统的军队里边 能够始终坚持 敌后游击战的 这是二与完变区的广西军队 他们一直坚持到了 抗战的胜利 大别山位于湖北 河南 安徽交界处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广西军队在这里 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令武汉 河肥 南京等地日军 感到不安 金浦铁路 平汉铁路 和长江三条交通 大动脉也时常受到威胁 武汉丢失之后 广西军队 以安徽大别山为中心 开始了长达七年的 敌后游击战 最初的实践者 就是廖磊将军 不过那里会打仗 用散战和勇敢 这个小将 那里很直的 我记得 我见过他的 我小时候 他的太太廖父 有时候还到我们家里住的 跟我母亲蛮好的 廖磊 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1922年 32岁的营长廖磊 与21岁的胡慧结婚 从此 两人终身相守 廖磊 一些活动 一些活动你要学字 一些活动你要学字 而且他就规定他 在安徽全身的时候 他就规定他 每个月最少一到两封信 所以我姑妈不管怎么样 她最后还能够写一些东西 能够实施来 当时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十分艰难 李宗仁召见李品仙和廖磊时 也不便说谁必须去大别山 廖磊健壮便主动请求前往大别山 以第21集团军总司令之职 兼任厄玉碗边区游击总指挥 安徽省政府主旗 廖磊一生最出色的工业 就是对大别山敌后抗日基地的开辟和经营 廖磊曾主动与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行联系 以便协同对日作战 还让安徽省财政厅 按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经费 所以这次跟廖磊谈判 实际上是这么三个 他们讲的三个目的 一个是军饷 解决了他要国民党的第五战区发军饷 然后还有活动 争取了向东发展的活动区域 第三个就是争取了编制 新四军军长叶挺 参谋长张云毅等应邀去立黄县 为广西军官做游击战术辅导 双方还相互交换情报 合作保持大江南北交通畅通 在新四军中担任过副参谋长的周子坤 和第四师副师长的维国卿等 也是广西级的将领 当时廖磊这个人还是比较开明的 当时在安徽前线的时候 他就是鼓励广大军民团结起来 和新四军大家都有联系 互相支援 李宗仁对于大别山游击基地赞不绝口 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意经营的结果 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举 新华日报曾赞扬完省抗战事迹 这里的武装民众潜伏在城市中 村庄里 山林间不知有多少 在表面上的力量是看不出 在实际上的力量是说不清 完省的民众武装是抗战历史中光辉的一夜 廖磊自燕农 他遗存的燕农日记最早寄于1938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日 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39年10月12日 在这一天的日记上 廖磊写道 12日晴 刘科长检验鱼之血压 竟高至152至174度 比去年更高 血管已硬化 醉意泛血充至脑 而至昏迷 颇可剧也 第二天 廖磊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当时我记得我姑妈跟我说 她那天接了几个电话 突然那个脑出血 人是脑出血 因为战士打得很紧张 在那个年代 她已经是日记夜夜都是为战士的 我姑母那么远到了那里 她两个夫妻是相当的恩爱 都没有时间跟自己的夫人 谈一些家里面的事情 1939年10月23日 廖磊因脑溢血在丽黄县 经金寨县病逝 她的职位由李品仙接任 当时新四军派了一个很大的 盘巴的队伍 为他送葬 我当时看见过这些相片 国共两军都集体为他送葬 担任古安徽省财政厅长的张乃契 在《易廖磊将军》一文中写道 大家也都知道他治军甚严 但我以为还无名说他爱民甚切 他常说军人和民众冲突 总应该让军人吃点亏 所以宁可使军人怕民众 不要使民众怕军人 所以最初李宗人就是说安徽省主席 然后后来就是撂冷李品仙下威 就接整个的抗战期间 一直到了抗战结束之后 广西士兵军纪严明 和当地老百姓关系融洽 也使得他们能够在艰苦的敌后 得以存活下来 新华日报记者陆仪这样描绘 广西军队 这些士兵都是征兵来的 虽然他们戴上钢盔 穿起军服 拿了枪杆在战场上保卫国土 但是他们仍然保持有最纯正最天真的农民性格 以大别山为核心的厄玉碗游击区 自1938年开辟以后 历经日伪军多次扫荡 仍屹立不动 直至抗战胜利 廖磊将军在任期间的开创性贡献 因为后人铭记 安徽前山县的群山中 有一所名文侠儿的省级示范性高中 野寨中学 数十年来 第176师官兵在当地抗战的故事 一直是这所学校的相同教材 其实我们在这个课程中跟大家讲过 当年安庆地区流传了一句名谣 要吃鬼子肉 除非176 第176师 隶属于坚守大别山敌后的广西第21级团军 这支部队有着与众不同的来历 蔡廷凯曾经在广西重组第176军 但是在两广兵兵之后 失败之后 176军再次被解散 但是176军剩下的一些军官 他们后来就成了176师的一个班底 所以这支军队 实际上是19陆军和广西军队的一个混合 产物 这支融合了19陆军和广西军队传统的禁律 在全国八年抗战中战功卓著 至1942年 第176师已有3713名官兵为国捐躯 他们中的985名烈士遗骸 就埋葬在这座忠烈祠中 前山间民众为祭奠英灵 并安顿烈士遗孤 特地在此创办了景中中学 它就是野寨中学的前身 从此 广西抗战建儿的功勋和勇气 因这座墓园和这所中学 而存留在潜水河畔 存留在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间 存留在深深学子的精神世界之中 进入1939年 全国抗战局面日趋复杂 面对共产党力量的迅猛发展 蒋介石深感惊恐 做出多种反共限共的措施 国共军队的摩擦时有发生 可在广西 国共之间依旧保持着合作的热度 1939年2月 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 从重庆经桂林赴晚南 在桂林受到白重洗的款待 2月16日 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 庆祝军训部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 周恩来发表了题为 军训工作之重要的集席演讲 全场掌声雷动 3月 中山路桂林大戏院 桂林文化界举行大型座谈会 白重洗出席 做了题为团结抗战的长篇演说 演说一结束 全场齐声高唱 团结就是力量的革命歌曲 震撼场内外 周恩来与白重洗之间 这种互动并非偶然 在武汉撤手的时候 白重洗将军当时是副参谋总长 兼军信部的部长 周恩来周先 当时是政治部的副部长 所以他都奉命从武汉 要撤队到长山 在这个途中 周恩来的车子坏了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修好 所以刚好白重洗的车子就经过 所以就载了周恩来 所以周恩来跟白重洗就在车上 一路就到了长山 美国记者斯诺访问过白重洗 他写道 白重洗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党员 但他在广西的施政 却多少与共产党 所以实行的相似 白重洗对斯诺明确表示 共产党所应用的有效的方法 革命的国民党都可以实行 全国抗战前期 中国共产党表态支持广西抗战 不干涉广西内部的政务 不挖广西墙角 广西则支持新四军抗战 对追随共产党的左翼文化人士 保持友好宽容的态度 1940年初 宋庆龄 陈家庚 在海外爱国华侨中 募集到的大批紧缺物资 急需从越南转运国内 当时这批物资 它有汽油 还有医药用品 医疗器材 还有通勤器材 等等一大批物资 特别是当时通勤器材 它是联合金全部拆开的 就是可以装满两大一间房子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 立即派人率领 正在桂林培训的 二十多位南洋华侨司机 驾驶华侨捐赠的十几辆卡车 日夜迁程赶赴越南 当时那些物资 运到桂林以后 就是分着两条线路 分别运到新日运行星和八路运行星去 所以当时 也就是因为桂林八半 这批通勤器材的运地 应该展动样 所以当时八路运行星 很多通勤设备 能够正常的运转 都是靠这边来把通勤器材解决 桂南会战后 桂林行营改为桂林办公厅 主任李继生成为广西境内 职位最高的长官 李继生广西吴州人 李宗仁白重启黄旭初崛起之初 得到过在粤军任职的李继生的支持 双方感情深厚 李继生在任上 政治上采取宽容的政策 他的做法得到广西省主席 黄旭初的合作 黄旭初是广西荣县人 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 北伐时 在李宗仁率领的第七军 担任旅长 1931年 39岁的黄旭初 担任广西省主席一职 直至1949年止 当李宗仁白重启 长期在外时 广西就在这位 貌不惊人的省主席掌控之中 黄旭初平常穿着布衣布鞋 个子不高 看起来很不起眼 有一次 他到重庆 拜访孙中山之子孙科 将名片交给门卫 请他通报 然后手门口的工人员 讲 以为他是 以为他是 王苏乔的 锤员 就很不客气讲 记什么 你的王主席还没到 你记什么 我先 我爸爸讲 我就是王主席 结果 这个 手门口的 才前 居后宫的 请他进去 后来我爸 告辞 离开了 宣佛跟着 他的成员讲 王主席 真像一个小学的老师 1941年初 新四军军部 及其所属 宛南部队 九千余人 一师北上 1月6日 在茂林地区 遭到国民党军 七个师的围攻 新四军 除两千余人突围外 大步牺牲 宛南事变爆发 导致国共关系 严重恶化 在桂林 当国民党中央下令 处置在广西的 共产党员和 左翼人士时 广西当局 采取李宋出门的办法 比如说当时 像夏淫 像这个范桓江 他们离开桂林的时候 还有胡玉芝 离开桂林的时候 就是当时 房居出 帮他们订票 签字 派车 送到他们 这个 到飞机船 就直接 送出这个 管制军类 蒋介石 指名逮捕的 周涛分等人 则得到 李继深掩护 转赴香港 重庆政府 指令封闭的 进步文化机关 广西当局 采取 限期 自动关闭的办法 让其 能够 转移人员 和财产等等 当时 国共关系 非常紧张的时候 当时 中共的 李克农 也在广西 在桂林 那么 这个处境 也非常的困难 情况之下 黄旭初 把他送出来的 透过黄旭初 力量 把他送出来 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国成为 反法西斯同盟国 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1943年以后 中美空军 逐渐夺回 空中优势 从空中到陆地 广西 正在变得更加安全 境内 早已无日军 一一兵一俗 江港一个包子 还有天文台 天文台 六名的 床版 还是陈萧威 康山不是一个 冷雕吗 它是回尸东京 画画的 你都把它画 狮子 泡上 那个 不是 山头 那个狮子 著名画家 徐悲鸿 把陈孝威 会诗东京的 这句名言 画成了一幅画 当时也文明 辖尔 时间 到了1944年 惨烈的全国性战争 已经打了七年 千百万 广西人 不免会憧憬 会诗东京 将很快梦想成真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